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州餐厅的秘食系列视频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阳光舞爪,又是一个钓螃蟹抓海鲜的好吃节呀 我们今天晚餐的食物就有了,就是酸辣锅 所以之前我至少要抓两只螃蟹,再加很多其他海鲜 快来一起跟我们抓海鲜吧 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石蟹 还不错吧 这只石蟹还挺大的,有超过5英区呢 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石蟹 今天晚上做泰式酸辣锅,让我来快点踩点海带吧 我们三个月之前也来过一次,这边来踩那个青口 当时这边满地都是,脚上随便踩到哪儿,哪儿都是青口 但是现在经过了大概三个月的采摘 就只剩下了这个岩石的边边上还剩下一些比较小耗的青口 湾区的吃货还真多呢 今天我们又去海边钓了一整片的螃蟹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我们钓到了一只蜘蛛蟹,就跟上次钓到了一模一样 然后一只很大的石蟹 这里 然后采了很多海带 还幸迁采了很多青口 今天呢我们准备做一个泰式酸辣汤 这个是我们买的一个专门的泰式酸辣锅的锅底 只要把这个锅底煮进去 然后加上所有的食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除了这些从海边捡的食材呢 我们还要自己配了一些虾 还有小半盒牛肉 我们种植物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酸辣锅的食材了 是不是非常的丰盛 然后这个酸辣锅的锅底我已经补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食材一样一样的丢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真是太鲜了 这个泰式酸辣海鲜汤 真是吃了让我有一种想要报衣的冲动 我的天哪 真是太好吃了 你看我们这个材料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既有蔬菜 海带 还有各种海鲜 虾 蟹 还有贝蕾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酸辣锅 我已经来自家的事情了 我现在就会来自家的事情了 我先来自家的这种酸辣锅 谢谢 走 我现在 routine模糊了 我现在给你一张有感觉 第一个人好 待会给你一张红颌 我还是你们现在想要做一些事 最重要的呀 我们来自家的原因 你 我今天有个人好 我们也想要做什么 你给你什么